本土 民主 反共 保留政治 民生起義 My Radio 2016 大香港早晨 主持 黃楊達 黃毓民 早晨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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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早晨 הס 我是Joey 我是Godwin 是不是他們 幸好 今天呢 今天兩星期主持在這裡 就是說 Joey和Godwin 當然不知道她是誰 不如留回第四節才深入探討 另外阿康 克勒斯丁 很紅的阿蓮 陳謝 阿蓮有GEL頭 我發現 阿蓮有GEL頭嗎 她自從紅了就開始GEL頭 沒這麼說 沒人想知道我向哪裏 我只想知道有沒有GEL頭 我不想知道你是哪裏 GEL頭 看到嗎 看不到 就是這樣 今天很多人都在 幾件事都發生很多事 最主要就是曼聯又輸一場 大家都不太想知道 我昨天才知道 李斯特成是多拿5分就拿冠軍 上個月拿冠軍是1賠1.5 是 總之all in 有想過 不空去 沒有這件事 好 廢話而已 今天說甚麼呢 今早就趕快說這件事 因為有個小的訪問仔 怕會阻礙他上班 繼續跟進這個飛機場的事件 已經搞了5、6天都有的了 整件事 梁振英涉嫌拿著電話 告訴別人他是特首 沒甚麼人知道 就逼涉嫌 逼地勤人員 就要幫梁振英的女兒 梁仲恩 就要把遺失的行李 所以就搭禁區 千年大波 這兩天發生過甚麼事呢 這兩天就是 因為政府有關當局 禮拜五我們節目講過 如果你在看直播 你在七點多看直播 看上星期五的越來越政治的話 你就已經知道了 其實黎動國和民航署都已經說了聲明 沒有違規的 沒有違規的 沒有違規的安檢保安的問題 但是就在昨天 空勤總工會 前天出過一個 昨天再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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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空肯的那個是誰 空肯的那個就是昨天的 昨天那個 總之就說有些行動 那他有甚麼說呢 他昨天的那個聲明 他就講到明 如果你4月12日之前 再沒有一個交代的話 或者一個正式的聲明 是講究竟他這件事 梁特這樣做 是違反一般的指引 他們就會發動一個靜佐 就是明天 明天就會發動一個靜佐 希望所有的空腹工作人員 就可以參加這個靜佐去抗議 現在正式發出強烈的抗議 向這個民行處 希望這個羅宋文 就再有一個正式的交代 這個就是他主要 昨天發出 兩天內第二度發出聲明的主要內容 就是說如果你再不承認 這是一個違反指引的行為 他們就會齊齊去機場靜佐 等他們回覆 這樣就說 OK 那及後昨天 是星期日 大家放假 昨天放假 今天大家不能放假 坐在這裡 因為電話就是馬國明 昨天到8點至9點 民航處再出一個聲明 關於有個別人士 就是我們 不是很多人 指有一名機場旅客 即是龍蝦女 關於這個搜集行李的處理方法 是沒有遵照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規定 民航處就覺得這是一個失實的指控 所以民航處就在昨晚發表聲明 就說我們香港一直嚴格遵照國際民航組織 就航空保安所訂立的規定 要求所有人士 包括乘客職員和機組人員和他們的行李 是一定要先經過這個安全檢查 才可以進入香港國際機場的離境禁區 以保障航空的安全 所以根據民航處所得的資料 有關行李的物主獲得確認的話 行李進入離境禁區也都要通過安檢 那現在即是說那個討論點在哪裡呢 那個討論點就是民航處 即是政府現在直接告訴你 政府我不管你你哪個部門 現在就說現在這樣是沒有違反規則的 為什麼呢 他現在堅持咬死那個項目呢 就是那件行李呢 是有過度安檢的 但是呢 現在呢 前線在做事的人員 就像Joey這些 那樣呢 就站硬了另一個位置 即是在討論點 另一個點就是 不是他拿進去的 就是不是那個本人 密主 拿就不算數的 雖然 即是你安檢了那個東西而已 即是說我沒事就沒事的 那萬一有事呢 就是說萬一有事 那就口同鼻爭 即是裏面如果有些違禁品 那拿著那個呢 就只是其中一個的 其實那個拿的那個是誰 代拿 拿那個是國泰工作人員 是國泰工作人員 即是不是機管局的保安 不是 假設是國泰的一個很漂亮的空中小姐 叫阿蓮 那他就 關你彈子 好 你就穿空姐衣服 他就扭扭扭扭 就在機場拿進去 然後拿進去 發覺安檢一 打開出來 咦為何有 龍蝦 也是啦 有龍蝦的呢 還生吐吐 還會講話的呢 那不行啊 未染疫又成 或者沒報稅啊 有可能是毒品啊 可能是炸彈啊 可能是UNOGUN的GUN 那怎麼辦呢? 到時候跟著那個物主就說 不是我的 雖然那些毒品寫了我的名字 但也不是我的 口頭比較了 另外一個就無辜了 那就發生了這個問題 去到其實上星期五也是這麼說的 就算政府幾個部門也是這麼說的 說是啊 總之經過了安檢就可以了 我理得你 總之那個物主認了那件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麼認了 用Facetime嗎? 這件東西 白色亮袋 我想說整個機場 都是用那款行李箱 現在有個很貴幾千元的女組的行李箱 每個人都會拿那個 然後答案每個人都是LV 然後 李克勤都貼貼紙 這樣就能認 這樣就容易認 為什麼李克勤又不叫人幫他拿 好過巴曲那個 一看就知道 譬如是冷潮的那些年輕人 就是拿阿匡那隻這個背囊 什麼牌子我不記得了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邪牛 那樣 只要拿袋子 個個都是拿那些袋子 對 難道你英雄白藍嗎 英雄白藍就容易認辣 對 很認辣 這些在羅湖見得多辣 那又怎樣呢 現在就口龍被拗 即不是口龍被拗 其實就 可以說語言藝術 政府方面 因為葉劉更厲害 葉劉就覺得整個 其實葉劉不是厲害的 其實葉劉是對的 我想說 葉劉講什麼 她先講 葉劉其實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特首 很容易辨認 不會搞到前線人員 天天幫人拿很多東西 或者很難辨認 除了特首之外 其他人就跟規矩做事 特首的女兒呢 特首的女兒 都是包括特首的第一家 都是特首的一部分 都是特首的一部分 其實她講得最過分的 其實她還有一些散佩 她就說 應該以貴賓服務形式 去招待特首家人 特首家人應該享有特權 說香港只有特首 不為過 她真的說特首應該享有特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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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特首家人應該有特權 以貴賓形式去受到服務 貴賓 是啊 不是 我想問 那你做機場的 是 就是Joey我想說 我想問貴賓 即VIP 即是老洲那些 如果她真的這樣漏了行李 要這樣拿進去安檢 其實是不是服務範圍裡面 當然不是 不是 一定要自己出去 拿進去 是 跟貴賓沒有關係 好 跟著葉劉就說 不是 這個世界只有一個 現役特首 現役特首 所以她有特權 她從一個很中國人 那種人質的角度去看 就是 喂 也不辛苦 只有你很多 但國家領導人 只有一個 對 她的意思是說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 就說不行 一個半個 你就任由她 她又說得對 你說如果這個世界 每個人都賴屎 那就難搞 但是只有她才賴屎 那就疑問 是 就是 智障的要照顧不太多 就有她 要不你覺得是這樣 如果不是 跟著那個問題就出現了 特首只有一個 葉劉也只有一個 對 但是 但是不知道 行李的人有很多個 對 她的意思是說 你們的平民百姓 你們的草民 雖然你有錢坐飛機 但是草民就是草民 所以你忘記帶 你自己拿回來 特首就是特首 他是有特權的 你出去什麼 她直接說這件事 為自己的鋪路 當然她經常都忘記帶 看來就是這樣 其實走向去到哪裡 走向就是 現在是 空琴總工會出聲 就是出聲去到一個 會有行動的局面 就是說 如果你 不給一個 滿意的答覆 那她就索性靜坐 所以就是這樣 我們今早 就電話訪問了 一位 哪位 她的TITLE是什麼 FAU是什麼 國泰 國泰航空公司 空中服務員總工會 是 不是空琴人員總工會 是 是 是屬下一個屬會 屬下一個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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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叫她沒有 是 現在正在叫 OK 好 那就先叫她 希望她回應 了解一下 前線 現在同事的取態 大致是怎樣 或者 要求得到答覆是怎樣 以及最主要 都是問回整個安檢程序 對她們雙方說的落差究竟是什麼 希望有個在職的人士可以告訴我們 拼她進來 拼她進來 深燒 行不行 這樣吧 喂 喂 早晨 早晨 喂 我應該稱呼她什麼 雙傑 張先生 雙傑 喂 我知道一陣子 開不開名 又說炒又成 大哥 所以我剛才這麼緊張 那你今早就找到國泰行 什麼 喂喂 都可以的 因為炒了 因為我發言 用工會的代表身份 現在進行這個工會要送 我想 相信國泰是不會 因為 我的發言是有任何的行動 但是你害怕 怎麼搞的 喂 你說的是這麼的事情 張先生 我們問你 那個直播畫面也出及了女生的全名 哈哈 不好意思 張先生 ja 緊要緊 國泰行公司空中服務員總工會理事 張國 май先生 張先生 早晨 好 importantly 張 protagonist 是不是 假 вет fly 不是 我還想躲開 我們不會退? 不是 我看錯了 張廣見先生 今早找我們幫忙 回應一下 先說了雙方討論的落差 剛才我都說了 空勤總工會那邊說 問題就是不是當事人拿著那件行李進去做安檢 是有違規的 但是民行署那邊說不是要理路 這四個字肯定他有這樣說 總之那件事有扣到那個死人X光 那就算了 那其實那個真正的規定是怎樣 其實真正的規定 所有的安檢一定是 我說的是處理行李 一定是要跟著市主一起去過這些安檢檢查 因為沒有任何時間 那件物件是不會有任何人可以再加東西 或者減東西當然減東西也就是臭東西 加東西就只加一些穀錦粉 因為譬如就算我們做組織 就是上班的我們都要更新 就不可以說 不好意思我同事摔機留下 我幫他拿上機 所以這個絕對是不容許扣分的 嗯 即是說就算是VIP 月樓所說的特權人士的貴賓 都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是不是 VIP貴賓那裡 他們機場應該有一個叫做VIP Lounge 是啊 那那裡的保安呢 他們怎麼做呢 我們這邊是不太清楚的 嗯嗯嗯嗯嗯 但是你說 譬如看那些外交豁免那些 其實最主要都是說文件 因為你知道這些 明白 這些地民居出來 最主要是說文件可以豁免 但是你說搜索機上的爆炸品 危險品那些 我相信 任何人 甚至乎是 當事人自己都希望可以 安全啊 喂喂 喂 是啊 已經老劫了 這樣就在這裏 其實 張廣基的意思是說 你就算是國家政要 你也想這隻機安全 所以理論上 都要經過一個保安的程序 這樣 好了 喂 大禮拜五呢 黎動國又有個說法 他說 記仓那些都不是更新 記仓當然不是更新 廢話 記仓都不是更新 那些都可以 這樣 那 怎麼回應好呢 我想如果你說要 裝記仓的行李 都要用所有的乘客 自己帶上去閘口 然後再拿去 貨倉的話 這個程序的話 我相信 我想 現在 香港這幾場 都開始出名 廢話 相信會回幾個 去三、四個小時 因為這樣 因為這樣 我很少坐飛機 我這麼大隻 坐不到二十次飛機 十小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有 那麼 在 那個說法就是 剛剛 張先生你說的 你hand carry的話 其實真的有個認知上的落差 因為民航署那邊的意思就是 喂 最終那件事都經過了安檢 萬一那件事真的有危險品 我那件事 block了它 不讓它上機 都可以保障到飛機安全 這一種是很中國人的 總之 沒事就算夠了 這種是他們的取態 但是 我們作為普通人 或者是兇勤的人員 當然不是這樣 其實不是這個角度 而是說 萬一一件事 找到有東西的話 我要追究誰 尤其是你們 即是在機場做事的人士 如果你現在告訴我 可以代人拿的話 那隻鑊是你們可能 有機會會上身的 即是 這個是整個 整個取態不同 包括你們現在說的 那個 即是 那個 國際規定 即是 國際安檢的規定 其實都是說 如果萬一有事的話 應該可以找到誰 追究 因為你剛才也說了 就是說 其實保障 萬一遇到 真的有爆炸品 危險品的話 我要確保 拿著那件事 拿去安檢 拿去消息光 那個人 就是拿著那件事 那個人 這樣 其實也是 在責任上的保障 我想 就理清了這件事 好了 現在呢 就說可能需要民航處 這兩天 需要有個答覆 否則就有個靜座 這樣 你是總工會理事 另外 就是 空行人員總工會 出了這樣的聲明 我想問 就算未出也好 這幾天 在你們同行 即是 同事之間的反應是怎樣呢 即是當出了梁仲恩這件事之後 其實我們 在C機最主要的工作 當然 普通人會覺得是 這個 排餐 領袖書 和航班 但其實我們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維繫航機的安全 那其實 要怎樣維繫航機的安全 就是 食客的安全 是為我們的第一 的工作人員 是 你說如果知道 有一件行李 是 經他人 第三者 而那個人 是未必在 各行班上面 即是說 譬如 今次梁小姐事件 他就說 那件行李 是 現在民航署 就說 他向這個 用一個 type 就說 部份人詞 我不知道他部份人詞 是 已經什麼 人詞 他就說 回應這個部份人詞 的回應 就是說 那件行李 已經經過案件 但問題就是 那件行李 是經第三者的處理 才上路 去見證明 即是說 在航班上面的人 如果你作為一個乘客 你知道 其中一個乘客的行李 是被第三者處理過 而且那個第三者 是不會在航機上見的 你會不會安心坐彎機 那就是 如果最後 很簡單 龍蝦女無相機 那我就彈到爆 是啊 而且我們想說的 不是 湯前議員說的 是一個電話 甚至乎 一些什麼文件 是一個手提行李 手提行李的尺寸 如果是可以放在一個 架板的話 一塊尺寸 已經可以足以摧毀 架機 當然 但是出了這件事 因為我見 在網絡 有些人覺得 今次 國泰 或者是 空中服務人員 這個整個界別 就吃了死貓 我想問 以你這幾天工作的時候 和同事 討論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的氣氛出來呢 當然 你說 他們這樣的貴賓服務 對於地勤 對於地勤來說 工作本來是非常重的 因為其實如果 我們的話 就真的是 是班機起飛前一個小時 就會上到咖啡機 然後再做些準備工作 至於那些行李的話 我們基本上 就不是我們空中服務員 是處理的 但相對於地勤人員來說 他們的工作量 一定是超負荷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 香港機場的 人手已經很短缺 所以基本上 某程度 那些行李 一定都延遲的話 都會有關係 即是說 如果梁振生多幾個女兒 還得了這樣 幸好兩個 嘻嘻 不過都死了 現在已經發生這樣的事 好了 現在呢 會說 如果民航署那方面 沒有滿意的答覆 就會有這個工業行動 即是靜坐 我想問現在 代表那方面 希望羅崇文有一個 怎樣的答覆 你們覺得滿意 因為其實我們 在公開信中 講得很清楚 就是問他 是不是他的言論 是代表這個機場的 安檢是永全失望 因為他就 他這樣的說法 就是過去有發生過 將來也會有發生過的事件 我們給他答覆 就是今晚午夜 十二點之前 我們都要等他答覆 因為他跟他們 說昨天的聲明 只不過是講 有關人士而已 那有關人士是誰呢 我們就不明白 那他們就不回應 我們空中 我們這個香港 空前總會這個公開信 我們都不會認為 那個是對我們回應的 至於有什麼行動的話 我們都是要給的時間 看著答覆 但是行動一定是一個禮拜之內 今天星期之內 還有我們的行動 不單止 其實都不可以說工業行動 因為其實 航班的安全基本上 是關於所有會搭飛機的人的事 所以 無論我們空中服務員 或者機場的被騎人員 甚至保安 更加上 就是說 我們都呼籲 如果有需要的話 是香港的市民都會參與我們的行動 那行動的詳情 我們會今晚等下 有什麼回應再 看一下 再宣布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假設今晚12點之前 那個沒有回應 或者回覆是 令到你們不滿意的話 你們的行動 就會在星期二就開始 是不是 我們會在一個禮拜內 如果要多些市民參與 其實 很大的機會 就會是周末的 你意思是今個禮拜內 但是會一個禮拜內 OK 因為其實 如果你要航班安全 基本上 其實現在 如果 羅淳文這樣說的話 是以前有發生 現在有發生 將來有發生 其實現在這一刻 都會是 航班安全已經 叫做 有這個危險的風險 嗯嗯嗯嗯嗯 這刻 如果他不改變 他們的堅持說法的時候 就是你們的意思是說 就是 答覆不滿意的話 就那個工業行動 就不一定在 明天就會立即開始 就是我怕市民放 就是要請假 或者進來 進來聲援的時候 就是要等你們的公佈 看看你們的公佈 公佈行動 那個 詳細內容是怎樣 是不是這樣 其實不可以 絕工業行動 因為這件事 關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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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們 認為所有 關心這件事件的人 都應該是 要出來 支援 我們 這個行動 嗯 OK 但都 都留意你們 最新公佈的消息 沒錯 就是 最遲 一定在一個星期之內 就會有 就會呼籲行動 這樣 是不是 是啊 OK 好 大致了解了情況 今早呢 因為知道你工作都繁忙 所以 一早早就先插醒你 今早呢 多謝國泰航空公司 空中服務員總工會 幹事張廣基先生 多謝你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回來講第二樣 禮拜 神經病 床